7月31日,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黄浦军校旧址纪念馆迎来了一批参观者,近30位来自台湾的学子走进了他们岭南文化之旅的第一站。 这一批大学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2021年的暑假选择了在广州开始自己的实习生活。 来自宜兰的游俊祥一年前同时考取了台湾和大陆的学校,最终他选择了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就读。 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家汽车企业的一名实习生。 台湾的大学我没有非常满意,然后刚好我录取了华南理工,然后就想说就是这边的选择好一点,然后就过来这边读书了。 和游俊祥一样,这几十位台湾大学生都参与了由广州市碎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2021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 主办方结合各位学生不同的专业和兴趣爱好,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岗位选择,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提供便利。 直接提供了这个对接的服务,我觉得会更方便的找到你想要实习的公司,然后也会提供更全面的选择。 就是提供给我们比较好的一些可能吃啊住,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实习的时候不用担心那么多东西。 工作上的话因为也跟专业上比较贴合,所以可以比较有效地对这个专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实习体验活动让年轻人们感受职场氛围,而当天的岭南文化之旅则让他们在工作之余走进广州这座城市的生活和历史,感受大陆城市生活节奏。 因为其实在上大学前会想要考这里就是因为觉得这里的整个环境会更加竞争,然后会让我在学习上更有帮助一点,然后加上我其实对广州这个地方算是也是蛮喜欢的吧,就是整个氛围啊就是文化就觉得嗯还不错,所以就想要来广州这样。 我觉得这边整体的生活环境跟台湾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像饮食啊文化啊环境那些的我都蛮适应的。 就是民众的生活的话我觉得都就是没有什么困难,就一台手机就可以解决了。 人群中除了对未来满怀期待的学生,也有同样来自台湾,但已经在大陆扎根,开始自己事业的前辈。 他们已经成为活动主办方的议员,努力以自己过来人的经验,为后辈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指导。 我们的服务中心干部呢都是台湾人,然后我是技大一三级的同学,我相信我这里有很多的学弟学妹,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华师跟华工的同学,对还有其他来自其他省份的一些大学的同学。 如果大家有兴趣留在广州发展的,或者想了解大湾区的相关就业跟实习情况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谈及未来的人生方向,青年人有着更多的设想,而在广州就业,也已经成为不少人心中的理想选择。 来自台南的陈佩萱就表示,她期待在这座城市开始自己的职业道路。 因为我现在是在算是政府的一个机关里面的工作,然后觉得整个环境是还不错, 然后之后如果有能力的话,可能会想要试着就考一下,能不能就是进入到这种单位上班这样。 我是车辆工程的嘛,就是台湾那边的产业就是已经开始老化了,就是没有多大机会。 像在这边的话,他们招募的人才会更多,然后也就获得机会更大。